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番夫人很可能是出现了心理重创后遗症 你意思是 她拒绝接受丧失儿子的事实 而精神失常 以选择性的记忆方法来逃避现实 逃避伤痛 与此同时 她的记忆就只会停留在 她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根据你们说的情形 应该大约是五年前左右 医生啊 能够治得好吗 很遗憾 目前医学界对于精神病症的了解 还很有限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跟她多说些最近发生的事情 看看有没有希望唤醒她的记忆 金姐 回去之前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大少爷 你不要跟我走 小姐她现在的情 我知道你照过我娘很多年 她现在这样 你心里也难过 我想我跟你 都不希望她继续痛苦下去 所以从这一刻开始 二少爷的意外 你一定要守口如瓶 在她面前 绝对不可以提起 我不想刺激到她的情绪 你懂了吗 懂 我懂 总之以后 我一切都听你的 大少爷 这些粗重的活儿 还是我来做吧 我之前做过这道生斑鱼 给我娘吃的 她吃了之后说喜欢 我要亲手再做一次 让她吃到这个味道 让她想起我是谁 二小姐 你肯来看小姐 我真的很感激你 我大姐真的神志不清吗 只是记得 浊华进军校之前的事情 是啊 你跟她多说些以前的事 让她可以尽快恢复记忆 我想你弄错了 这次来 我是想看看她的报应 不是来帮她的 二小姐 你不要这样 现在二少爷已经走了 而且尸骨无权 难道你还放不下 要见到小姐上吊自杀 你才高兴吗 大姐 精神这么好在练书法 奉得 这么好来看我呀 我来东山跟周太太打牌 顺便过来看看你 福到人家 不要老在外边到处走了 很容易招人闲话的 我一向都是这样的 你不记得了吗 怎么会不记得 小的时候啊 你已经很顽皮 根本坐不住 我还记得 娘叫你不要到处乱跑啊 你就去池塘旁边抓蝴蝶 还有啊 教我们书法那个刘老师啊 老敲你头的那个吗 你生气他对我这么凶 想为我报仇 于是就趁他睡着的时候就 画他的大花脸 我虽然记得你很顽皮啊 但是也记得你对我好 所以现在耀宗对你这么好呢 我也就放心了 耀宗那个人啊脾气好 有责任心 任劳任怨 只有他才能够忍受你的牛脾气 你不要老是对他呼呼喝喝的 他呀真是个好老公啊 大姐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怎么眼泪汪汪的 你们两个又吵架了 奉得啊 有什么事你就告诉我呀 灾大的事情姐姐会帮你的 大姐 对不起 傻瓜了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我是说我没有好好地照顾娘 娘生病了 娘生病了 是啊 小姐 你回娘家住一阵子 陪老夫人吧 是啊 大姐 现在就跟我走 这怎么行呢 我是潘家的人 不能说回娘家就回娘家的 一定要请示老太爷才行 问题是老太爷跟赵堂 现在去了南洋办事 这样吧 我跟浊华商量一下 千万不要啊 小姐 大姐 那个人不是浊华 浊华根本已经死了 阿姨 浊华 原来你外婆生病了 我想你陪我回去看看她 我好想念她 好啊 过两天我有时间 就陪你回去探望她 娘 我炖了生斑鱼汤 尝尝味道怎么样 我亲手做的 这么乖啊 好 娘一定好好尝 道歧 阿姨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我跟你说过 你要报仇就找我 别再来骚扰我娘 我不希望你在她面前胡说八道 浊华的事 已经令我娘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不想她再受一次伤害 我呸 别口口声声地 说是为你娘着想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不想让她想起 你做了多少坏事 不让她想起你杀了浊华 你给我听清楚 我们潘家的事 轮不到你这外星人管 你 大少爷 你找我们 把她赶走 看着她上车 以后不许让她 踏进潘家一步 你想关着我 大姐 不让她见人 不可能 你让我走 我就偏不走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们还站在那儿 我觉得 你不应该这样对你阿姨 怎么说 她也是你的长辈 你们说什么呢 是我给钱 请你们回来的 兄弟间 就要有兄弟情 但你最近做的事 我们兄弟实在看不过去了 所以我们决定不干了 走 大哥 走 你的人都不帮你啊 你众叛亲离了 来人 什么事啊 大少爷 把他拦跑 是 潘浊华 你不是人 你不得好死 你会有报应的 你们去做别的事 娘 这汤好不好喝 好好喝呀 不过我还是很担心你外婆的病啊 不用担心了 娘 我刚才跟阿姨聊过 她骗您 故意做弄您的 她骗我啊 我就应该猜到了 她起我常常教训她 刚才她还说你 说你死了呀 你说她讲话是不是越来越离谱了 不要生气了 娘 来 多喝点汤 我还奇怪呢 你这位大少爷 什么时候会下厨房了 我希望娘您高兴 希望娘您记得我 傻孩子 你可是我十月怀胎生出来的 一生出来 娘就抱你 抱到你会爬 会走 会讲话 会叫爹 会叫娘 就算我以后真的老得糊涂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都会记得你是我的乖乖儿子 如果你们想继续留在潘家 就要执行我的家规 听我的命令 如果你们不听我的吩咐 又或者阳奉阴违 我就把你们赶出潘家 甚至执行家法 你们听清楚了 第一 以后要叫我小少爷 叫二夫人二少奶奶 第二 老太爷和二老爷 现在是去了南洋办事还没有回来 第三 所有人和事 都要回到浊华少爷 就读军校之前一模一样 听懂了吗 懂了 最后 没我的批准 无论任何人 包括庄家的人 都不可以进我们潘家见二夫人 金姐 是 大少爷 你们要听我说的话 是小少爷 我这么做都是为娘着想 我不想她再受任何刺激 我明白 我真的明白 还有问题吗 没有 好 从今天开始 二少奶奶是一个无病无痛的人 不需要看医生 她以后 将会由我自己来照顾 老板 我打听到 方宝奇接手了南石之后 他找专人帮他处理业务 而他自己只是保留着股东的身份 只是差一步就可以收购到南石 东商家南石 就可以稳坐广州银行业的龙头位置 而我们潘家 在政经界的势力就可以更加巩固 职方宝奇只不过是一介女流 做善事他狠行 说到做生意 哪有老板你这么有眼光 南石早晚也会落在我们东商的手上 给我继续留意南石的情况 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是 潘总 叶小姐找你 请她进来 是 潘总 向晴 你终于来找我了 我就让人倒杯茶给你 不必了 我说几句就走 这次来是把想钱还给你 以后我们就互不相亲 你哪有那么多钱还给我 你拿回去吧 我不想看到聚喜楼周转不灵 钱不是聚喜楼的 是宝奇借给我的 他真的对你挺好的 宝奇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想他受到任何伤害 你还是不相信我 好 我现在对天发誓 我不会伤方宝奇一根头发 你可以相信我了吧 别说这些了 二夫人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知道浊华死了晕倒 我都没有时间去看他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看他呢 一时至今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他目前的情形 他现在时好时坏 其实最好 你可以抽时间去看看他 我想他老人家也想见到你 我有时间再说吧 我走了 对了 娘 我收到爹跟爷爷的电报 他们说南洋的事物还是很繁忙 短时间不能回广州 娘 你写了很久了 我帮你捏一下 好啊 二少奶奶 小少爷 什么事 叶小姐来了 她来探望二少奶奶 向晴 没想到你真的肯来看我娘 我纯粹来看二夫人 没别的意思 希望你不要我 只要你肯来 无论什么意思 我都很高兴 这边请 不过等一下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怕你会吓着 怎么了 二夫人病得很严重啊 他身体很好 但是却好像回到了五年前 这几年的事全都不记得了 我怕他不认得你 怎么会这样 医生也无法解释 可能是他受不了刺激 不想回想起不开心的事 所以你见到他 千万别提以前的事 更不要提浊华的事 我不希望他再受一次打击 那他突然间没有见到浊华 不觉得奇怪吗 他现在把我当是浊华 医生吩咐过 如果要他康复就不能着急 不能逼他相信以前的事 说话要顺着他的意思 这也对 这种事急不来的 希望他能慢慢康复吧 所以等一下见到他 你还是叫他二少奶奶 夏儿现在都这么叫他 嗯 娘 二少奶奶你好 这位是 这位是叶向晴小姐 她是我的义中人 叶小姐是哪里人呢 她跟娘一样 都是西关小姐 人家说西关小姐东山少爷 叶小姐是西关小姐 知书达理 大方得体 跟叶家是最匹配的了 这话 挑得好 二少奶奶的自豪秀气 叶小姐啊 你是西关小姐 平时也有练书法的 不如记习会好 我们切磋一下 那我献丑了 嗯 笔法魂缘有力 而且用的字也很有意思 叶小姐 你真是一位才貌兼备的 西关小姐 让二少奶奶见笑了 书法我只是略懂皮毛 哪有二少奶奶 写得这么好 哎呀 不知道为什么 叶小姐啊 我看到你的人 还有你写出的字 我有一种很亲切 而且很熟悉的感觉 有空就常常来陪我啊 嗯 小少爷 银行打电话来找你 娘 我去听个电话 你们慢慢聊 嗯 最近呢 我正在练赵孟府的贤居腹 我写给你看看 好啊 我去帮你捡 叶小姐 过来啊 过来 什么事啊 京姐 说话不要这么大声 让大少爷知道 我跟你说话就不得了了 到底什么事啊 叶小姐 你不要听大少爷的 他是在骗你 其实医生不是这样吩咐我们的 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说 叫我们多说些 以前的事给小姐听 希望可以帮助他 记起以前的事情 让他的病可以痊愈 但是大木头 叫我不要提以前的事情 那当然 他不想让小姐想起来 他害死了二少爷那些坏事吗 真是可怜 他不让小姐看医生 还不让小姐出门呢 就连我们走到小姐身边 都要得到他的批准 他根本不希望小姐痊愈 他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就是看不过去 大少爷的所作所为 所以一生下气留下 不想见到小姐孤立无援啊 叶小姐 大少爷只相信你 现在也只有你可以救得了 我们家小姐了 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家小姐 叶小姐 你放心吧 金姐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二夫人 谢谢你啊 你的大恩大德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我先走了 省得备他看到我 娘 相晴呢 刚才有一阵风 把宣旨给吹走了 叶小姐非常客气 过去帮我捡宣旨了 娘 如果我娶她回来伺候您 您觉得怎么样 叶小姐是位西关小姐 知书达理 跟你很匹配啊 我当然希望你能娶她 当媳妇 赶快为潘家开枝散叶了 娘 您等着喝儿媳妇敬的茶 可这么久累了吧 二少奶奶帮你捡回来了 谢谢你啊 不用 叶小姐 你家教很好 令宗风和令寿堂呢 一定花了不少心思栽培你啊 家父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一直以来都是我娘 带大我跟我哥 一个女人要带大两个小孩 真是挺不容易的 我娘也是 一个女人带大我跟我妹妹 说起来 我也好久没回去探望她老人家了 主华 你什么时候有空 陪我回去庄稼探望你外婆了 娘 爹和爷爷不在广州 我还回银行帮遗仗处理东商的业务 一时走不开 不如等他们回来我再陪您过去 而且我已经拖遗仗 问候外婆她老人家 她说外婆身体很健壮 还每天打牌过得很开心 真的 那就好了 但是我想我也应该去观音庙求神 求菩萨保佑庄稼 潘家 个个都平安无事 不用了 娘 我怕您奔驳操劳 我请了座观音回来 您就可以不用出去了 你可真是想得周到啊 有你这个孝顺孩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好意思 相亲 我过着跟娘讲话冷落你了 二少奶奶 我继续陪你练字好不好 好啊 好极了 来 坐啊 我帮你研磨 嗯 向阳 很久不见了 我特地来看你的 这里有些人参和露金 补气壮金骨 是送给你和方姨的 相亲呢 她特地去探望我娘 我准备了一份礼物给她 相亲不在这儿 你也不必在这儿等她了 还有啊 你的礼物我们受不起 我们怕吃了之后 会横施接头 二少奶奶 车准备好了 叶小姐啊 你真是好人 专程来陪我回娘家 我知道二少奶奶 想回娘家走一趟 我今天有时间 就陪你过去了 小姐 我们快上车吧 小少爷刚请回来的 那两个新护院 很讨厌的 经常问长问短的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不好意思 小少爷吩咐过 没有她的批准 你是不可以出门的 没规矩 小少爷怎么可能 说出这种话 你们俩让开 今天无论如何 我都会带二少奶奶 回娘家 如果小少爷要责怪 就说是我 二少奶奶 上车吧 嗯 二少奶奶 我们也是 照吩咐做事 你不可以出去 放手 没有规矩 全叔 对不起 二少奶奶 这两个护院才刚来 不懂规矩 我会好好教他们的 吉祥 开车 小心一点 是 全叔 娘啊 你的伤寒好点了吗 啊 吃饭呐 吃过了 我不是问你吃了饭没有 我问你的身体 有没有好点 哦 味道啊 很合我的口味 大姐 你不要跟她说了 她的年纪大了 现在耳朵不灵了 怎么会这样呢 娘的身体一直以来 都很壮健的 刚刚才从老家回来 只是患了轻微的伤寒 大姐 娘她已经五年 没有回过老家了 你们姐妹慢慢聊吧 我要回房去睡一下 慢慢走啊 娘 怎么我觉得 娘夜夜之间 好像突然老了很多 可惜我不能常常 回来看她 凤德啊 所以你跟耀宗呢 一定要帮我好好地照顾娘 大姐 要宗呢 怎么了 你们两个又吵架了 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 一人让一步就好了 要宗在银行做事很辛苦的 你记住一定要多给点耐心 多忍让 知不知道 大姐呀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跟我来 大姐 大姐 药宗已经死了 他是被你的乖儿子潘卓心害死的 药宗 药宗怎么会死呢 潘卓心 小姐 喂 小姐 娘 您觉得怎么样 浩宗 你看你逼了我娘多痛苦 我跟你说过 我娘她不舒服 不可以出来外面 你为什么偷偷带她来这里呢 二夫人她想要回娘家看看 我只是完成她的心愿 你这个臭小子 你当然不想让她回来 你想让她忘记 你做过的坏事 你是真心为我娘好的话 你就不应该刺激她 娘 我们回去吧 来 大姐 你不要走 她不是好东西 娘 大姐 我的头好痛啊 我要先回去了 方德 我改天再来看你跟娘 朱华 我想回去休息 好 回去吧 大姐 大姐 我去找她 为什么我不知道耀宗死了呢 发生了什么事啊 奉德刚才说的是 为什么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仗是去贵州办事的时候 遇到绑匪意外身亡的 我没跟你说 就是怕你会伤心 耀宗 那你爹跟你爷爷知道了吗 他们知道了 他们办完事 就会去一趟贵州 把事情处理好 哎呀 哎呀 凤德一定很伤心了 哎呀 凤德一定很伤心了 可是我这个做姐姐的 却没有好好地安慰她 为什么刚才他们都在骂你是坏人啊 凤德好像还很生气似的 阿姨她无法接受仪仗突然间去世 哦 她受了刺激神志失常 她现在整天都在胡说八道 凤德 凤德真的是命苦 竹华 刚才真的是难为了你了 我被别人骂被别人误会都没有关系 只要娘在我身边就已经足够了 以后你要进军校 我们就不能每天在一起了 娘舍不得你离开啊 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一天 我也很舍不得离开娘的 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地珍惜这段日子 我会好好地伺候你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娘好好休息 你也早点休息 请喝茶 谢谢你经济 你们怎么照顾二少奶奶的 我说过没有我批准不可以让她出去 你们为什么自作主张 是我叫她们这么做的 你要怪就怪我一个 不要骂她们了 你们两个先下去 是 我去聚喜楼找你 本来想谢谢你来看我娘的 我还买了份礼物送给你 希望跟你和好 可是你趁我不在家 联合着下人偷偷把我娘带走 为什么我重视你 你却出卖我 我这么做是为了二夫人好 她不舒服就应该去看医生了 为什么要把她关着 不让她去见其他人呢 我不让她见其他人 是不希望其他人胡说八道 让她再受刺激 她只是忘记这几年的事情 她身体没问题 为什么要看医生 她现在把你当成浊华 很明显就是不能接受浊华死的事实 就因为这样 所以我不想她再受打击 人是不应该活在过去的 我们应该帮她接受现实 慢慢地克服伤痛 继续过将来的生活 她又不想面对 为什么要逼她面对呢 她现在忘了以前不开心的事 她过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 这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她再一次受伤痛和打击呢 为什么你永远都有自己一套歪理 你真的觉得你自己一点错都没有 我对我良好 你应该理解我支持我 不是调转枪头说我错 说我说的话是歪理 大木头 你听我说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如果你再这样的话 不只是我 所有人都会离开你 夏晴 夏晴 走 走 我不相信你能离开我 魏胡须先生 你没有问过我们姐妹 就说要娶高妹 这好像不合规矩吧 那要我怎么做 你要娶高妹呀 起码十桌九席 十蛋喜饼 十万元聘金的小胡子 我 我没钱啊 没钱你还想娶老婆 别再喜怒她了 哇 高妹 这么快就帮着她了 就是啊 这里有谁负责啊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是广州市九楼茶市工会的代表 你们谁是负责人 我们全都是负责人 全都是 那正好 把营业执照交出来 干什么 要收回营业执照 我没收到消息 有人在这卖银 喂 你说什么 喂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我们这间茶楼 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事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 所有人都知道 聚系楼挂羊头卖狗肉 你们这些女招待跟茶客 乱搞男女关系 喂喂喂 你看你看你看 哎呀 真是世风日下 你不要误会啊 他们是真心相爱 这快要结婚了 嗯 就是 嘿嘿 那些妓女还有嫖客啊 被逮个正着也这么说啊 哎 哪个叫萧魂丹呢 呃 我就是萧云丹 长官 你也看见了 他居然叫萧魂丹 明眼人不用说 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那我真的是信萧 叫云丹嘛 对啊 好了 不要再狡辩了 交出掩掩执照 不准再做生意了 走走走 这里不做生意 快 全部走 以后不许再做生意了 走啊 哇 怎么这样啊 喂 你无凭无据的 怎么能这样呢 喂 我们已经很有诚意 跟公会那些人谈过 我们道理讲了 人情也求了 但是他们态度强硬 坚持要收回营业执照 他们根本就是嫉妒我们 怕我们抢走他们的生意 所以才会这样千方百计 欺负我们呢 最气的是把我们说成开妓院的 真是离谱 就是啊 我跟他已经谈混论嫁了 这也叫勾引男人 连我的名字啊都做文章 你说这是不是莫须有啊 公会的人看你们大部分是女人 好欺负喽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哎 营业执照被收回就不能做生意了 只能关门大吉喽 那就完蛋了 我家里头还等着我拿钱回去开饭呢 岂有此理啊 我们召集人马去教训那些 尸骨不化的老头 说得对 我们要他们把营业执照还给你们 大家不要这样 提起精神 我不信这个世界没有功力 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向晴你说得对 这次公会摆明就是想诬告你们 既然这样 我们就经由法律途径 讨回个公道 你的意思就是叫向晴跟公会打官司啊 嗯 这是一个最好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只要我们可以打赢官司 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 打官司需要很多钱呢 我们刚刚才向你借钱还债 哪有那么多钱呢 我借钱给你们还债 就不会眼睁睁看着聚喜楼关门大吉 我希望你们赶快开门做生意 把钱还给我啊 反正借你们一笔钱了 就再借一笔钱给你们打官司了 好 既然宝七有情有义 那我也不能落后决定全力支持你们 精神上 谢谢你啊 宝七 谢谢你啊 宝七 我们是好姐妹嘛 这个陈律师是怎么回事啊 等了这么久还不来 喂 他不会反悔了吧 放心吧 太叔 他可是为大律师最讲求信用 怎么会出尔反尔呢 对啊 也许他正好有事所以耽搁了 来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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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陈律师 我今天特地叫所有的股东来 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 不是啊 我是说我不可以替你们打官司 为什么啊 对啊 茶楼公会那边 请了全省最好的律师来打这场官司 你们事故利弱 根本斗不过他们 你当初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我们打赢的机会很大的 说老实话 我不知道你们得罪了谁 我怀疑茶楼公会 背后有个人要你们关门啊 啊 不是吧 我相信其他律师跟我一样 受到压力 你们很难找到律师帮你们了 对不起 喂 难道你真的反悔了 太叔啊 你根本就是个乌鸦嘴嘛 这怎么办啊 难道我们要被人冤枉 我们勾引男人 难道我们聚洗楼真的要关门 到底是谁在针对我们 要这样欺负我们呢 我去跟茶楼公会的人谈 我不信这个世界没公理 各位辛苦了 应该是我们感谢你 要不是有你暗中支持 怎么能找到全省最好的律师呢 其实我一直都想投资开酒楼 这次我这么做 是不希望聚洗楼的人败坏社会风气 总之这次跟聚洗楼的官司 我们一定要赢 老板你放心吧 一直以来我都照你的意思去做 我们这次一定要打赢那群女人 原来在背后针对聚洗楼的人居然是你 向前你听我解释 我这么做是为你着想 你联合茶楼公会诬告高明 关闭聚洗楼 还在背后施压 弄得没律师肯帮我们打官司 这叫为我着想 以为我在乎你 要你回到我身边才会这么做的 荒谬 生意不是女人做的 女人应该相夫教子 我不想你那么辛苦 我想你跟我一起幸福快乐 安枕无忧啊 所以你就在背后欺负我 你没有事业 没有依靠 没有选择 你自然会回到我身边 你错了 俊洗楼是我跟太叔 跟我哥哥 还有一群姐妹的心血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已经没有律师肯帮俊洗楼了 这场官司你一定会输 就算没有律师肯帮我 我也可以自辩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功力 我就不信斗不过你 就管没停了 就管没停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叶小姐 何苦闹上法庭呢 是啊 要是输了 这丑事传了出去 以后怎么嫁人了 就是 我劝你 趁没开庭 放弃吧 能不能嫁出去不用你操心 你还是好好想想 怎么跟法官解释 收回我们营业执照的原因 相晴啊 我们是不是真的会赢啊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不可以放弃的 一定要坚持到底 嗯 嗯 相晴 你们不要灰心啊 我们会支持你的 大家肃静 坐好 聚喜茶楼控告广州酒楼茶室工会 其室女性 五里撤销其茶楼营业执照 被告人 你们承不承认原告人的控告 法官大人 我代表我当事人 广州酒楼茶室工会 否认原告人的控告 我当事人之所以收回 聚喜茶楼的营业权 是因为这间茶楼 以一群女招待做招来 挂羊头卖狗肉 意图不轨 伤风败俗 玷污了茶楼同意的清誉 我当事人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维护传统礼教 并非歧视女性 恳请法官大人明鉴 原告人 你们没有代表律师 由谁负责答辩呢 是我 法官大人 肃静 好 你可以开始 法官大人 各位 我想问问大家 到底什么叫做 伤风败俗 我想跟大家说个故事 在三十年前 有一位出生大户的 千金小姐 跟一位出生大户的 少爷订婚 他们两个情投意合 不过在他们拜堂之前 这位小姐 跟她的未婚夫 有了骨肉 怎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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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分了些 出生大户 嫁得也是大户 你们说 她知道她发生这件事之后 她可以怎么做 如果这件事传了出去 一定会有人说她伤风败俗 会有很多闲言闲语 甚至说她败坏家生 她的夫家也会嫌弃 所以她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 娘家的名声 还有她夫家的名声 她迫不得已 屈服在传统道德之下 牺牲了自己和她的骨肉 忍心地抛弃了她 就算这个骨肉 是她跟她丈夫所生的 这个悲剧之所以发生 就是因为伤风败俗这四个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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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征 各位 这个悲剧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而且还是每一天 都会在我们身边发生 受害的不只是女人 还有男人 甚至是我们的下一代 各位 时代已经不断地在进步 请大家不要再被一些封建的思想 埋没了良心 不要再用伤风败俗 来欺负我们这一群 自食其力的女人 我恳求大家 给一个平等的机会 让我们贡献一分力 一起推动社会进步 相亲说得好 说得好啊 相亲 好 好 好 说得好 好 说得好 好啊 好啊 就是应该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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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为相亲说得比律师还好 干杯 干杯 为打赢官司 干杯 干杯 相亲啊 这次真的为我们女性扬眉吐气 嗯 还有啊 现在有很多女街坊邻居出来支持我们 哎呀 何止啊 经过这场轰动的官司之后 现在有些男人看法也完全改变了 以后他们就不敢看不起我们这些女人了 嗯 说得对 相亲万岁 相亲万岁 干杯 干杯 你们不要再夸我了 这次啊 全靠大家团结 最才会成功的 嘿嘿 所以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齐心 聚喜楼啊一定会越做越好的 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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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干杯 不能叫你啊 来 来 来 毛巾啊 啊 永珠啊 去换一盆干净的热水上来啊 是 马上去 永珠啊 去吃点新鲜的鱼片 熬锅粥等它醒了给它吃啊 是 马上去 相亲 为什么你不知道我的用意 卓华 干嘛喝这么多酒呢真是 我不是卓华 我是卓星 我是卓星 是啊是啊 是 是卓星卓星 还说没喝醉呢 来 喝点节酒茶吧 会舒服点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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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月坏胎才把你给生出来的 嗯 你是娘的心头肉啊 娘对你不好对谁好啊 周华 你是不是跟叶小姐吵架了 你要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娘啊 那要用的娘啊 不肯相夫教子的这种女人 不要 要泪没用 我要事业为重 我要努力 我要令潘家成为 成为全广州 最像哥的家族 我乐意要事去福建 难受的同事 仍可当作麻烈 你为我恶习也改变 明白爱原来非前 能成为伴侣 我亦算等到 爱上你也无惧 真心不会死去 你为我抹眼泪 甚至忍罪 你也在我之中 陪你哭也知道我 九日